各位 上次即將上任的治河總督近父 在黃梁夢鎮撞見治河專家陳王 大家講起治水的見解很投機 真是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照陳王所講 如果今後治理黃河還是按照老辦法 一美開闊河道 黃河的泥沙清了又積,積了再清一萬年都清不完 咦? 這樣的道理確是令人耳目一新 近父馬上就問 嗯 那照先生的見解 應該是怎樣治理呢 陳王將手一擺 四個字 速提沖沙 速提沖沙 近父眼光一亮 站起身 背轉手 搓搓搓邊尾 讀了兩步 突然轉身 請講 講得好 陳王就講了 嗯 觸提蓄水 以水沖沙 這種方法不是我自創的 前名潘桂淳已經有論註了 他說 何提加固加高 何道收窄 水勢一定會增強 流速加快 那不止身沙不會沉落 舊沙也能夠捲帶入海 何藏必然越來越深 何道也一定越來越低 就不會有缺提之患 放著這麽高明的智賀術我們不用去學四千年前的大禹王 那不是圓木求雨嗎 啊 聽到那個謀士風至人 心都動了 天天天氣牙 你這番高論 真是有提湖灌頂之效 不過這樣 近大人的這份差事 過中的凡難也是一言難盡的 近父也跟著拍下自己的頭殼 好傷感的自然治愈 何嘗不是呀 現在河患深重 黃水道貫 黃懷合流東下 懷洋已經成為一片汪洋了 說說說說 沒來心機就坐下 不再出聲 風至人就跟著撫笑一下 嘿嘿 嘿嘿 兩河河慕實在難辦 河督換了一任又一任 無論清官 探官都在這反船 問者心驚就見者膽寒了 陳橫聽了就微微笑一下 坐下椅 翹起腳喝了淡茶 按著茶杯就說 我們本來海後相逢 閒談而矣 陳某一戒微沒 順口開河 指上談兵 近中城就當什麼都沒有聽見算 很晚了 我都要告辭了 怎知近父就立刻伸手拉著他 哎呀 田日興 請留步 聽我一言 今晚 你我初次見面 之情投意合 相見恨晚 自當推心自覆 無話不談 所以我先將自何的難處 說了出來 請你不要誤會 近乎我雖然不才 自信 還不是碌碌無謂 貪生怕死之輩 既然皇上落了決心 要根治何患 為我以自何重任 我擔心的是萬一治水失誤 害國害民 亦辜負了皇上的重託 陳皇就立刻插嘴說了 又怕誤了忠誠功名前程 身家勝命 何無艱難 任重是凡 積重難反 前幾任何道都身敗名裂 忠誠又豈有不怕之理呢 但是忠誠在安徽自何的情形 陳皇我是知道 如果能夠真心實意地辦事 天下的事沒有說不成功 我今晚和你闖懷交談 為的就是萬歲有眼光 選中了你 盤根挫折能顯利器 何到長久失智 必有人奮起承擔 能擔此巨任的非公莫屬 成就千秋大業再次一舉 又何必尖前顧後 畏懼彷徨呢 近乎眼中淚光閃上 兩步衝了過來 抬著陳皇的肩膀就問 陳先生 那真是知心知言呀 我讀過你的書 讀其書想見其人 現在人也見到了 果然學識怨懷 豪爽霍達 近某決心自何 不知道你肯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呢 陳皇心中一震發聲 聲都震了 王 乃草莽寒氏 有志立功 無由進身 視為知己者死 既然近大人這麼看得起我 陳皇願報終身 跟隨大人轉展大賀之賓 好 拿走你 當時 這三個身份不同 志同道合的人 就你一言我一語 在此仔細針著 準備第二面見康熙的時候 應該就的項目 不知不覺 已經是四更天了 陳皇剛剛想回客店睡 易館的門房進來 將一個包裹捧上 陳老爺 先頭在重重鎮的韓家派人送這個來 說是你的 陳皇就一怕 那麼他人呢 放下了東西就走了 他說請陳老爺打開包裹 一看就明白了 陳皇疑惑打開包裹 裡面正是自己的書稿 何妨述 下面還接了一張信箭 打來看看 沒有字的 就打一束長頭髮 用紅線綁住 還有一支眷沙造的無忘我花 這一晚 陳皇思前想後心亂如麻 那個蒙古公主阿秀的影子 引起眼前晃動 他這一晚失眠了 從康熙十七年的夏季秋季 公車匯視的舉止 坐船坐車的樂意不絕 匯聚精華 各式繳馬車船充斥 街渠 京城內京城外的 寺院唐館 酒樓茶市 都成了民人寄宿匯友的地方 最顯赫的繼政 還是各地舉戰來認識的博學科 錫瑜 這些人從水路來 坐的封疆大臣的樓船坐纜 從陸路來 八人官繳 輪班台繳的繳夫 全部都騎著高頭大馬 前夫後勇打道而行 前頭就全部插著 奉紫應史 肅政迴避的幸王虎頭牌 進京的時候 他們不住客店 而是分開住在達官貴人的家 博學洪語科 博學洪語科 和當年常科同時舉辦 轟動了北京城 博學科 在唐元年19年的時候 開辦過一次 宋高中南道之後 又開過一次 來這次已經是500多年了 原名叫做 博學洪詞科 康熙就改了其中一個字 把洪詞就改為洪語 來應史的無論是考中或者不考中 他們都有了洪語的身份 這樣的身份是相當之榮耀的 那麼參加普通考試的舉人 和你的洪語比起身 就寒酸很多 說回那個高士奇 他進京師的時候 就帶了500兩銀來 知道他人就闊老慣 很快就洗了 時印他一入京城就要拜人 即是現在的穩屬人 但是他又不知道裏頭的規矩 過一道門檻就要一筆錢 都要錢的嘛 到處都講錢 花了400兩銀 才結識到明主和索亞和家的義管家 現在一點數 就剩下2兩6錢的現銀 還欠了16兩房租和飯錢 高士奇雖然是谷氣 知道他還沒有閉毅 趙陽在擺闊老 叫店家 一美記帳就行了 那個店老闆 是個見多適港的生意佬 看到高士奇雖然天天喝茶 吃飯看戲 不知多羞油 出手就一腦腦孤寒了 嗯 知道情形不妙了 口頭上還跟他應酬下 致面口就難看了很多 高士奇心裡就生氣 之亦無可奈何 我 前日 索額圖的管家來通知他 說3月15 中堂大人就邀請 各方名士惠敏 就叫他湊一下熱鬧 只要哄到中堂大人歡喜 不用會市就可以舉戰做紅瑜 高士奇就望到眼都穿 才等到這一日 就換了一身清暴衫 暴行來到玉皇廟街的索府 那個管家一早就在門口等他 哎呀 看到他這身打扮就欲緊到什麼 扔了腳 哎呀 高先生 你這樣的身世 寒寒酸的呀 怎麼見中堂大人呢 哎呀 沒辦法了 你稍等一會 李光地大人和近父大人 正在書房跟老爺聊天 話未講完 後堂就傳出送客的呼叫聲 高士奇就先退入二扁 沒多久 見到李光地和近父 一前一後在裏頭走出來 這兩個東西就好像面左左那樣 出到門口了 那兩個一起站定 李光地就打個入港了 近公請 近父就冷冰冰說了 江地兄 夫人和小孩子的事 還望三思 如果驚動聖上就不妥了 講完就胡亂腰上了腳 李光地就很不睡巢的說一句 隨得你 也跟著上了腳 楊長而許 高士奇和門口眾人看見這樣就莫名其妙了 高士奇看到他們走了 才另轉面對管家說 嘿嘿 你不要看我穿得那麼寒酸 這樣才是書生本色 富貴貧賤聽天由命 你儘管放心就行了 說完跟著那個管家就進去了 無奈見到索額圖在後廳裡一路讀出來 索額圖呢 就因為調解李秀之的事 近父和李光地就反了面 他心情也很麻煩 他心情也很麻煩 見到管家帶了人進來 才想起這回事 於是就站著腳 上下打量著高士奇就問 你就是高士奇 高士奇看到他那麼大牌 心裡有點氣 跟著索額圖呢 進去了大廳 又見到裡面的賓客幕僚 一個個神情巨傲 就更加不居 於是他就拿出狂傲書生放蕩不羈的脾氣 一時插科打運 一時欺笑怒罵 豪飲狂歌 四顧無人 轉眼 就將在座的賓客氣弄一次 尤其是索額圖以私禮相敬的汪銘道 挨罵最多 索額圖出之就忍無可忍 目口目面就對他說了 高先生 請你自重 人來 扶他出去 他醉了 高士奇聽見索額圖下了逐客令 就趁世莊出醉紛紛的 中下中下就出去了 出到他被風一吹 哎他才後悔今天這樣做就不化算了 索額圖是當今的宰相 即使不指望他提攜 亦無謂掃他慶 他沒有來心機地回到孫武門的客店 那個店老闆一見他整股酒槌地回來 笑口細細形上來說 嘻嘻嘻嘻 高老爺 你回來了 嘻嘻嘻 我們今天小店就清手 所有的客官都給了房租的啦 哎呀那一個人衰起上來真是行路打倒騰 高士奇又冷笑一聲 哈哈 你怕我走單 我還以為你掛著老爺 我還以為你掛著老爺 來呀來呀 進我的房間 結賣的數他 那個店老闆就琴琴琴跟著他尾後 嘿嘿嘿嘿 哎呀你想去哪裏啦 高老爺是正人君子 就算一年不賣帳 我都信得過啦 嘿嘿嘿嘿 不過在北京城你都知道的啦 費用零射大的 嘿嘿嘿 實在是沒有法子的 高士奇就大步大步走進自己房 進去一搭搭落床就眼睫睫了 啊 哎呀 我今晚有點頭暈點 啊老闆呀 你不是等著那些錢吊頸跳河嘛 用不著這麼急啊 你看一下 那裏還有一方現台 還有一包衣服 這些又是錢呀 如果你等得不耐煩的 全部拿去先啦 高士奇就在這裏車天車地 不倫不類 說話來結束的呀 至一尾就拿些說話來消遣老闆 這樣就激到老闆吹鬚綠眼啊 啊 看看想辦法怎樣對付這個光棍舉人 誰知道高士奇就騰聲跳起來 撿起桌上一張拜帖 咦 咦 喂茶先生來過呀 他什麼時辰來的 那個店老闆看到他一時醉就一時醒 莫名其妙地回答 哦哦哦哦哦 你是說那位窮舉人是嗎 中午時訓練過咯 他等了一陣子不見你就走了 他說 下午呢還會來拜 高士奇就哼一聲 把我把拜帖一搭搭到桌上 窮舉人 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 他是上一科探花 查慎恆 現在是汗林院的祭酒 將茶家的三等奴才的家當分一半給你呀 我看你一輩子打閉腳都不用做呀 那個店老闆一來就根本不信呀 二來也不睡巢呀 嘿嘿 小人又沒有那麼大喉籃的 正所謂 有幾大個頭就戴幾大頂毛 只要客人不走單 正正經經找數 那我的日子將就都過得去的啦 啊 他倆掛著鬥嘴 聽見院子道有人叫了呀 高兄 你回來了嗎 高士奇擔高頭一看 哎呀 趕快就出門口拱手相迎了 嘿嘿呀 講曹操 曹操就到 查慶救惠啦 我們三年沒見 哇 你竟然如此風流飄逸 快點進來 快點進來 今天索相爺請我 我還以為是那兩百兩銀的功效 想不到 是老兄為高某通融了 唉 你 可恨這個店老闆呀 他竟然說你是那個窮舉人呀 那個店老闆有時候看真點 啊 查慎恒上週來的時候 完全跟現在打扮不一樣 現在就穿了一件 白狐風無雙邊的 天藍色的囚段堪肩 就穿了一件黃色的醜虎長衫 腰帶那裏就撞了一塊看白玉 寒孫著一步一步走過來 那個店老闆早就看到眼睛都瘋了 查慎恒賣都來 笑奇奇地撥著那把檀香線 高兄 今天見到索中堂 有沒有聲氣呀 高士奇就一字讓座 一字對那個店老闆就說了 你看你看你還站著愚蠢做什麼呀 快點叫那些伙計沖茶吧 那個店老闆好像魚鑊大赦一樣 頭頭頭就出了房 很快就有個伙計 公公敬敬地捧了茶來 高士奇看到房裡沒有外人 就長嘆一聲說 唉 今天去就去了 不過沒有來聲氣 只是對吳興引戰 然後 就把索府惠民的情形 一五一十說出來 查慎恒撲著線 靜靜地聽著 啊 想不到索相爺那麼小家氣 值不值得那麼盛氣令人呀 不如這樣吧高兄 明珠相爺先頭還問我 有沒有文人要舉戰 今晚不如等我去府中 再拜會一次 高士奇和查慎恒當年同遊 江節 雖然很老友 因為一貧一負 高士奇就不想整天欺負人 想不到現在進了京師 一貴一賤 查慎恒 還真誠相助 高士奇的心就很感激 但他不肯說多謝 小笑話 看來明珠都是求賢若漢 聽說他和索額圖不和 查慎恒 你真是有面子 看來他兩個都被你哄得好 想不到康熙身邊的兩個眾神 索額圖和明珠 一無仗打 生活就變得那麼 腐化了 如果被康熙知道會怎樣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分解 分解